上个礼拜就讲到耶稣的家谱 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开始慢慢进入 耶稣基督的生平 从前在讲耶稣基督的生平 我这边列了一个提纲 那么这个提纲大概是在 三十年前一般讲耶稣生平的时候 所用的提纲 那么这边讲到主的先纯跟称谓 就是主的我士跟主的别名 还有他的降生预备 还有主的信息跟事工 还有主的受难跟护活 主的升天再来 还有圣经中主的末世 那么在四十年前讲耶稣生平 我查了一下资料 多数的题材里面 他分成这几部分 第一个就是预备救世主 那么第二个讲道成的肉身 第三个讲耶稣的传道跟工作 第四个讲耶稣的受难跟他的荣耀 还有讲一讲初级的教会 那从每一个提纲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就好像 好像是我们所讲到的福类对观福音一样 用各个不同的角度来阐述耶稣基督的生平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这个提纲 这边讲主耶稣的先纯 跟他的称谓 这个称谓最近在我们主日信息里面 我们牧师已经讲过了 就讲主耶稣基督的很多的父名 那么主的先纯是什么意思呢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主耶稣他的诞生 神已经很早就预备了 我想最起码从圣经里面的信息 我们知道最起码预备了四千年 到今天为止已经将近六千年 从创世纪三章那边一开始就讲 创世纪一开始 神创造天地 然后从湮面黑暗 神的灵在其中 这个神那个时候用的就是复数 我们基督教的教育 我们崇拜的就是三一的真神 所以说我们讲 神是怎么样 同工同荣 同等的 那么主耶稣的先纯 不是说 我们四千年后讲主耶稣 耶稣基督他诞生以后才存在 在创世以来 主耶稣他就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可以从很多主耶稣的别名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圣经带给我们这个信息 在整本圣经里面 主耶稣大概有多少个名称在使用呢 最起码有一百个以上 我是良 我是光 我是道路 我是真理 我是生命 那么主耶稣 早就已经存在了 那么今天他要诞生了 其实 主耶稣的诞生 我们也看到 一切都是神的作为 一切都是 神的预备 那我刚刚讲到 道路 真理跟生命 我们也讲到 主耶稣诞生在那个时代的 种种的 形式 那我们先讲一讲政治方面 那个时候 罗马统一三州 欧亚非三州 那么罗马统一三州以后 在政治上面 有没有出路 没有出路 为什么政治上面没有出路呢 他虽然统一了三州 但是那个时候怎么样 那个时代 阶级太悬殊了 所有的 经济 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那么当所有的经济 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的时候 那么这些所谓的贵族啊 所谓的华咒啊 生活奢侈到极点 那么他为了彰显自己的身份 所以说那个时代怎么样 奴隶的制度 到处都是 那么他们就用奴隶来 彰显自己的身份地位 那个时候 奴隶 是被续养的 什么叫续养 好像牲畜一样 被集中的怎么样 管理养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 人跟奴隶是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的奴隶 好像是怎么样 人家把他当成是货物一样 在市场上怎么样 公开的贩卖 所以说你看 那个时代的政治背景 人可以忍受吗 那么就是讲到道路 那么真理 那个时候 希腊的文化思想 影响深远 那么我们讲到希腊文化 我们总是会想到几个人 像什么普拉图 亚利斯多德 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 但是在任何的朝代 都有异端 那个时候 除了这些有名的哲学家以外 还有很多怎么样 异端的哲学 跟这一些 我称为正统的哲学家 在对抗 有一些是讲怎么样 要禁欲 要禁止自己的 这个私欲欲求 那有一些是怎么样 是要放动自己的欲望 所以说在那个时代 希腊文化 影响得很深远 我们可以从 那个时代的一些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那个时代 很多人都把他们的侄女 送到希腊去怎么样 去求学问 那么甚至 当罗马征服希腊以后 有一句话是怎么讲呢 他说征服的人 反而被征服的文化带着走 你想一想 罗马征服希腊 但是希腊的文化 就带着罗马在走 那么我们讲一讲 在这个文化里面 他们崇拜的 不管是罗马 还是希腊 当罗马统一的时候 罗马跟希腊的宗教 是主要的宗教 那么其他 他所统一的 各个民族的宗教呢 那我们 我最近在每日研究里面 读到出埃及记 你想一想 当摩西要带领 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 他行了十灾 每一灾的后面的背景 都是一种异端的学生 都是偶像 那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罗马 虽然是统一了三个州 但是各个民族 都有他们自己的宗教 不要讲罗马的宗教 讲希腊文教 那个时候宗教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说 那个时候 这一种形式 造成 人心 找不到 真正的盼望 找不到真理 那我们再讲一讲 那个时代 我们 主是道路真理生命 生命 最主要 他的根源 生命能不能得到 保障 或者是未及 根源在 你宗教的信仰 那我们看一看 那个时候的宗教 那么多 其他的神 他们的信仰 可以接受吗 在那个时代 信仰是带来怎么样 带来人心的平衡 人心的安定 真正带来怎么样 有盼望 有祝福 有恩典 能够领受到 那个 赐福 但是那个时候 犹太教 已经开始兴起 那么犹太 犹太教 他是怎么样 信独一的真神 普遍的受到 人家的 接受 但是 那个时候的 犹太教 重视 外表的一些 形式 他那一步呢 表现不出来 所以说 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 道路 真理 跟生命 都不能够 满足 那个时候 人的需要 所以说 为了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 主 已经怎么样 让这个时机 已经成熟了 主 已经 预备好了 那么预备好 我们耶稣基督 就要 诞生了 那么我们 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们是把 耶稣基督的生平 分成为六个阶段来讲 幼儿起 青年起 预备起 圣旺起 跟受难起 护活起 那么在整本圣经里面 青年起 讲述的很少 那我们所了解的 根据那个时候的 犹太人 他们的生活的模式 耶稣的青年起 我们把它称为是怎么样 跟两月之间的 静默时期一样 它是一个怎么样 很安静的时期 圣经里面 没有记载 从主耶稣 十二岁 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记载 那么没有记载的 这段时间 表面看 好像是一个空窗起 那么所以说 在这段时间 当我们在讲 要讲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 我想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 幼儿起跟青年起 用什么角度呢 小孩子慢慢慢慢长大 离不开父母 因为怎么样 父母才能够 让这个小孩子 能够很妥善的 很健康的 或者怎么样 很有从神来的 这一种恩典是福的 这一种福建 这个都是从父母来的 那特别今天是母亲节 你想一想 我们家里都有 都有下一代 那么这个下一代 母亲的功劳到不大 母亲的功劳真的很大 那么从 耶稣基督的 母亲玛利亚 跟耶稣基督的父亲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可以学习到 很多的功课 所以说今天幼儿起 跟青年起 换一个角度 从 也就是我们一般 常讲到的 用人物的查经法 来解释 耶稣的 幼儿起跟 他的青年起 那么在耶稣的幼儿起里面 或者这个各个时期里面 我把一些比较重点 把它列出来 那么让大家在 洗经查经的时候 有一个方向 那么幼儿起 重点是讲到 耶稣的诞生 还有博士的朝圣 还有他到埃及去避难 那么发生的地点 是在伯利亨跟埃及 那么青年起呢 那么耶稣满12岁 按照犹太人的这种习俗 满12岁 就要交给拉比 受教 而且要开始学习 会堂的服饰 圣殿的服饰 那么光明之子 我们也把它称为是 绿华之子 也把它称为是 圣约之子 那么这段时间 他是在 加利利地区的 纳撒勒度过的 所以说在圣经里面 我们常读到一个名称 叫纳撒勒人 耶稣 就是这样子来的 那么一辈其 耶稣基督默默无闻 他受洗 受试探 那么这个是在 纳撒的这个地区 那么声望其 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个主要 他的基地 他宣教的基地 是在加班 那么受难期 为什么称为受难期呢 当预备起的时候 施洗耶翰是声望期 当耶稣基督进入 声望期的时候 施洗耶翰已经被怎么样 已经被捕被抓到 监狱里面去了 他在监狱里面 大概被关了 大概一年多 他跟保罗一样 虽然被关 但是怎么样 还是允许他的门主 去探望他 那么他这个被监禁的 这个这个碉堡 是在十海以北 朝东的地方 我们都听到有一个 叫马克比革命 那么这个碉堡就是 马克比这个家族 所兴建的 那个时候 他们跟这个外邦的民主 在争战的时候 就建了这个碉堡 那施洗耶翰就被 在关在这个碉堡里面 那他为什么被关呢 这个人讲公义 他就怎么样 公开批评虚例 跟他的这个 太太 他们这个婚姻 不合法 不正常 违背神的教导 公开的来讲 那所以说 这个王后就 埋恨在心了 就慫恿这个虚例 怎么样 把他关起来 不仅把他关起来 他还想尽各种办法 手段怎么样 要把他 处理掉 那么 所以说 当耶稣 伸旺期的时候 施洗耶翰已经被捕了 那么所谓的受难期 就是讲到 施洗耶翰 跟耶稣基督 先后受害 那么然后就讲到 复活期 他死里复活 来广传福音 那么底下这边 有一些 就 各个时期的一些记载 那么这个记载 我们看看 幼儿期跟七年期 其实主耶稣的诞生 真的是有太多的预言 那么从 这些预言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神的作为 神的应许 一定会成全 而且 而且他的恩典 无所不在 你看 光是主耶稣的诞生 天使出现过几次 首先天使 跟玛利亚 一言 他怎么样 他要怀孕 生子 然后呢 当玛利亚听到以后 他真的是很震惊 那他就怎么样 他就离开 加利利地区 跑到犹大地区 他的表姐 以利沙伯那边去了 那么当 约翰 听到 已经订了 订了 婚姻的妻子 怀孕了 还没有结婚 就怀孕了 他是艺人 他想按按的 把他修掉 但是怎么样 天使又出现了 天使 天使在梦中 就告诉约瑟 这个是神的意象 那么让他怎么样 顺服 那么约瑟是义人 所以说怎么样 他还是顺服 凭信心 顺服神的作为 那他就把玛利亚 挤进来了 那么当 玛利亚去看到 以利沙伯的时候 以利沙伯年龄 比玛利亚 大很多 圣经里面 怎么记载呢 就 这个撒加利亚 跟玛利亚 他们怎么样 已经过了 生育的时期 但是怎么样 他们还没有孩子 以利沙伯 他们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了 他们还没有孩子 所以说怎么样 撒加利亚就跟神求 那么神怎么样 神就 应许他们会 得到一个儿子 但是 撒加利亚信心不够 当神 答应他 他会有一个儿子的时候 他还暗中在吃笑 因为他的不幸 神就惩罚他 怎么样 让他 话都讲不出来 直到耶稣诞生以后 他要命名的时候 不是 直到施洗利亚诞生以后 他要命名的时候 他的口舌 还伸展 可以说话出来 那么 耶稣 早期的记载 在圣经里面 记载 耶稣等于是 耶稣玛利亚的长子 那么 同时 耶稣跟玛利亚 又 产 又生了 另外四个儿子 那么圣经里面 没有提到 他有多少个女儿 只知道 他也生了女儿 所以说 一家人 你看 十二岁以后 圣经里面 几乎就没有 约瑟的记载 那么 根据这些解经学家的 推断 因为他们的生活怎么样 很困苦 所以说 施洗利亚 很可能 很早就 离世 约瑟很早就 离世 那么 所以说 从十二岁以后 几乎就没有 约瑟的记载 那么 当约瑟很早 离世的时候 整个家庭的重担 就怎么样 耶稣 长子 要来承担 那么 他在 纳瑟内 他是以 木匠 为他的职业 度过了 三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约瑟跟玛利亚 他们很 很困苦呢 你想一想 按照犹太人的 传统 你婴儿诞生以后 八天 要施洗 然后 四十天左右 要带到圣殿 怎么样 行奉献礼 那行奉献礼的话 怎么样 要 施祭礼 那么 耶稣跟玛利亚 用什么 当做 祭礼呢 不是用羊羔 是用怎么样 用斑鸠 乳哥 来当 祭礼 所以说 表示他们生活 确实是很 辛苦 那么 当 耶稣 接下来 这个家庭 重担 以后 我想 这个三十年的 寂静的生活 在他的生命里面 一方面是在操练他 但是 另一方面呢 也带给他 很多的怎么样 很多的搅扰 或者是试探 很 困苦的生活 所以说 当他开始 出来 胡适的时候 以赛亚怎么讲呢 他没有家型 不像我们看到 很多电影的记载一样 耶稣好像是怎么样 荣光满面 事实上 他那个时候 三十岁出来 人家看他的外表 是超过五十岁以上的 这种外表 那么 这是讲到 耶稣的幼儿期 跟七年期 那么一倍期呢 耶稣 他主要的生活 是在 加利利地区 那么 在一倍期的时候 实习耶翰 已经到处 再怎么样 再为人家 实习 再传道 传 悔改之道 他说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那么 然后 耶稣开始出来 出来 三十岁以后 开始出来服事了 那么当他出来 开始服事的时候 圣经 有一个经节讲 这些传道人 在他的本乡本土都是不被接受的 人家怎么样 人家知道 这个不是 这个木匠耶稣的儿子吗 他们的家世 在那个时代 不被一般他们的同乡 怎么样 看好 甚至讲 有一点 新式的这种味道都在里面 那么甚至 在圣经里面 还有 我们一定读到这个 读到这个经文 他说 纳莎勒还可以出什么 怎么样 有声望的人出来吗 就是我们常讲的 坏主可以出好损吗 有这种味道在里面 那所以说 当耶稣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 他在本乡本土都被接受 他被怎么样 被赶出 纳莎勒城 那么 他就怎么样 开始在加利利地区 他最起码 做了 三次 整个加利利地区的 这个旅行 那也许下个礼拜 我在 第一节课的时候 有一张地图 那个地图是 巴勒斯坦国 那个时候的地图 那么 下个礼拜 我会再送一张地图出来 那个地图是怎么样 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所谓的 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图 前后有什么不同呢 前面的那张地图是 大叙利网 在执政 那么后面这张地图呢 大叙利网 他已经怎么样 已经死了 那么他的领土 被他的三个儿子怎么样 分制 分开来统治 所以说 把他称为是 分封王 叫做分封王 那么在那个时候 罗马 当官的有一些不同的名称 假如说你是管理比较大的地区的话 你的名称叫做提督 那么假如说你是管理这个地区小一点的话 就叫做怎么样 叫做 巡武 这个都是要从罗马帝国那边来任命的 然后呢 这些巡武或者是提督呢 就可以管分封王 所谓的分封王 就是把他原来的领地 分成四等份 管理其中的四分之一 这个就是那个时候 分封王 他的权限 他管理的地域 只有 他三个儿子 他管理的 只有 叙利王的时候的 四分之一 那么那个时候 耶稣在 四处凡道 他在 加利利地区 传讲天国的福音 他传到 他主要的工具 就是怎么样 教导跟行神机 那么这个是 加利利生亚 我们把它称为是 加利利生亚 这个大概有一年的时间 那么然后 苏南奇 石邪汉被杀了 撒罗米 就是那个皇后的女儿 受这个皇后的怂恿 他就怎么样 利用各个时机 都要想办法 把 施洗耶翰 把他除灭 那有一次 大叙利 他生日了 那 这个撒罗米 就出来献舞 那么献舞以后 这个大叙利 就怎么样 就太高兴了 就答应给他一个礼物 那么这个撒罗米 就受他妈妈的 怂恿 他说怎么样 他要施洗耶翰的脑袋 这个网已经开口了 所以说他就不得不怎么样 派人到监狱里面 把施洗耶翰的脑 把他砍下来 那么所以说施洗耶翰 已经受难了 那么 耶稣基督呢 他行了五丙二仪的神迹以后 他也开始 他的受难的时期 慢慢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那么两个人 先后 受死 所以说把他称为是 受难期 那么在受难期的时候 耶稣从 加利利到 犹大到 比利亚这个地区 传到 先后将近两年的时间 然后耶稣受死以后 就进到复活期了 那么耶稣复活以后 显现 大概有四十天之久 他向门徒 颁发到使命的时候 就在跟门徒 约的那个山上怎么样 门徒就看到他升天了 而且 他也应许 他怎么上去 他还要 怎么样的回来 那这边我有一个 筑记 这个筑记就讲到 七年起 这边记载的很少 那么特别提到十二岁 因为耶稣从十二岁以后 几乎没有什么记载 那么十二岁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要把这个小孩子 交给拉比来 要交给拉比来 怎么样 来培训 然后怎么样 开始学历法 开始在圣殿里面 服侍 那么现在开始 我们就讲到 耶稣基督的幼儿期 跟七年期 我们用人物查经的方式 那这边讲 耶稣是一个 宅心仁厚的义人 耶稣不是他真正的儿子 那么当玛利亚还没有结婚 被圣灵感应 这个也是神 丰盛的预备 完全的预备 那你想一想 在那个时候 按照东方人 的一种习俗 王要出寻 怎么样 这些做 成子的都要有所预备 那么今天 我们的救主 君王要诞生 那么神 也有他的预备工作 那么他除了预备 施邪和当他的先锋以外 那么神呢 神就预备了 这个玛利亚 这个女子 他受圣灵感应 然后就生下了耶稣基督 那么 他是神所拣选的 救世主 弥赛亚 他要降世为人 所以说怎么样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他不像我们一样 我们人是怎么样 我们人是受到之物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出自血气 出自情欲 出自仁欲 诞生下来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不一样 他是怎么样 按着上帝所定的旨意 生下来的 所以说 上帝的儿子 就不能够跟我们一样 生在血气 情欲 仁欲的这种罪孽之中 那么要成就这些事情 上帝就必须要准备一个怎么样 准备一个童真女 来诞生这个救主 耶稣基督 那么当 约瑟听到 玛利亚 未婚 怀孕的时候 他是一人 他想暗中修了她 他顾全她的 名誉 但是神 在这个时间就介入了 他就在梦中 跟约瑟 显现 那么约瑟就遵从 神的呼呼 跟行动 并且 当 虚立王 要 除灭 两岁以下的 婴儿的时候 他又带 玛利亚跟约瑟 怎么样 到埃及 去避难 这些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 你想想 那个时候 因为 博士 要朝拜耶稣 先去看虚立 那么虚立知道以后怎么样 这些虚 虚立王 跟这些什么大祭司 这些会堂的人 想尽各种手段 要除灭 耶稣基督 你想 那个时候 我们这边只是讲 好像很简直 那个时候 真的是怎么样 久死一生 相当的危险 所以说 耶稣就带着 玛利亚跟 耶稣到埃及去避难 那么虚立死了以后 你看 神又 叫天使又显现了 他告诉他 虚立已经死了 你可以回到 你的本乡本土去了 那么 耶稣怎么样 也顺服 就带着玛利亚跟 耶稣要回到 他的本乡本土 到犹大 因为他怎么样 他们是 在犹大的 婆利亚出生的 他们户籍都在 犹大的 婆利亚 但是他刚刚 走到一半的时候 听到怎么样 虚立死了 那么他的一个儿子 叫亚基 亚基老怎么样 管理 犹大这个地区 这个亚基老 也是一个怎么样 穷凶 恶极的一种 一个统治者 那他们害怕 受害 所以说怎么样 就改变 回向这种路线 他们就到 加利利地区的 拿撕来定居了 那么这个 也是要应验 主界先知 所说的话 那么从这位 木相身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他很奇妙地 领受到 神的福分 他成为救世主的 我们可以讲 他是怎么样 法定的先父人 或者讲 是他的义父 那么他在 耶稣的 整个救赎计划里面 他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他完成 神托付他的使命 那么从他的身上 我们可以 学到什么功课呢 他有无比的信心 他绝对的圣福 那么 这个无比的信心 跟绝对的圣福 也是我们今天 所有基督徒 在服事的时候 要成 要完成 上帝在我们 生命中的命定 的旨意的时候 必要的条件 你看 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耶稣是一个 很禁止的父亲 孩子诞生以后 八天 要行歌礼 四四天 要行奉献礼 那我们教会 有时候也有奉献礼 我们有时候 把他叫做献阴礼 那么当耶稣 当耶稣把耶稣带到圣殿 行奉献礼的时候 他们碰上两个人 那一个叫 西面 那一个叫 一个女先知 那我们等等会讲 那么当耶稣12岁的时候 他被称为光明之子 圣耶之子 律法之子 那么按照规定 他 从12 满12岁开始 他就怎么样 每年都要到 圣城去怎么样 去朝拜 那么所以说耶稣 那个耶稣 也按照 这种 绿法的这种传统的规定 把耶稣带到圣城去 过 一夜节 那我们大概慢慢的 还会再往下面讲 他在圣城 过一夜节的时候 也发生了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说 耶稣基督 可以很顺利的成长 耶稣的呵护跟教导 跑不掉 那么就是因为 上帝的恩典 还有耶稣 我在那边讲 双亲的爱 那么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 他说耶稣的智慧跟声量 还有上帝跟人 喜欢他的心 喜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那耶稣完成了 上帝交付他的任务 那我们看一看玛利亚 那么耶稣 当我们用人物来查经的时候 这个人物他的名字 一定有他特别的含义 耶稣是什么含义呢 就是加天 增添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加天什么 增添什么呢 你想一想 假如说是你的话 你有那么大的信心 你可以那么顺服的 来完成神所交托的 这么一种神圣的使命呢 我想多数人都做不到 所以说神 神在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加天他的信心 就增加他的顺服 那么再看一下玛利亚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那么在圣经里面 天使宣告 玛利亚 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蒙大恩的女子 她是蒙大恩的女子 她说蒙大恩的女子 主跟你同在 当玛利亚 在意象里面 她要怀孕 她要怀孕生子的时候 她说圣灵感应的时候 她马上跑到 犹大地区 玛利亚伯她表姐那边去 当玛利亚伯看到她的时候 怎么称呼她 她说我主的母 我主的母 你想一想 这个称呼是 多么大的 这种恩宠恩典 那么我们在诗歌里面 我们看到 有很多 颂歌颂词 都是在歌颂这些事情 有祖母颂 有圣母颂 或者当耶稣碰到 熄灭的时候 有熄灭颂 那么这些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玛利亚 她有很深的 旧约的怎么样 旧约的这些教导 放在她的心里面 你看在她的诵歌里面 她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我的上帝 救主为乐 那么在路加福音 一章的46到55节这边 有这么一种诵歌 尊主诵 或者叫圣母诵 那么 在这首诵歌里面的 每一句歌词 都是怎么样 来自旧约的经典里面 那我这边把这一些 你可以把这首诗歌 把它找出来 然后去查一查 这一些经节 那么从这边 我们真的真的可以看得到 玛利亚太熟悉圣经了 那么她的一生 玛利亚的一生 从耶稣出生开始 到她的传道 跟她 所 耶稣的一生的经历 玛利亚都怎么样 随时跟在她的旁边 甚至连耶稣基督的受死 她也在现场 她自己称自己是一个怎么样 很卑微的使女 她也知道自己 是一个罪人 那但是怎么样 她用她很敬虔的心灵 很谦卑的顺服 很无为的信号 她真的是可以成为 历代圣福 最好的榜样 那玛利亚这个字 意志 这个字的意思 就是苦的意思 那当她把鹰海带到圣殿 献给上帝的时候 西面 给这个鹰海祝福 这个西面 圣殿里面没有详细 记载她的背景 那么一般推测 她可能就怎么样 一个年龄很大 退休的祭司 但是怎么样 她也领有恩典 什么恩典呢 神在意上的时候 跟她讲 她在为死以先 会碰到救世主 所以说 当玛利亚跟 耶稣 把圣殷 带到圣殿 要奉献的时候 被西面看到了 那么西面 就为这个鹰海祝福 但是 她为这个鹰海祝福 她却对 这个鹰海的母亲 玛利亚怎么说呢 她说 你自己的心 也要被刀刺 扣 想一想这句话的意思 她 伴随着她的儿子 经历的 这个一生 在这个一生里面 多少的苦难 她的心 是不是好像被刀刺 刺透一样 那么 对于做主的母亲 她怎么样 她经历了喜悦 也经历了荣耀 她听到天使 那么多次的声音 她也知道 牧人 所领受的意向 她也看到 博士的参拜 但是就好像西面 所说的一样 主的经历 让她 饱受煎熬 真的是饱受煎熬 她所感受的痛苦 就像 就像真的是怎么样 好像是箭一样 一刀一刀的 刺进她的心里面 那么有很多事情 玛利亚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在什么地方呢 你看从12岁 到圣殿那边开始 当 耶稣成为 光明之子 圣约之子的时候 玛利亚跟耶稣 把她带到 带到圣城去 那么 当他们离开 圣城的时候 他们在那边过节 那当他们离开 圣城的时候 在回城里面 找不到耶稣了 那所以说 找不到以后怎么样 他们又回圣城去找 那么当他们 回到圣城 找到耶稣基督的时候 过了多少天 已经过了三天 但是 他们很诧异的 就看到怎么样 耶稣基督 坐在圣城这个殿里面 跟这些传道人 跟这些祭司里面 谈论的事 想象不到一个12岁的 一个小孩子 能够跟这一些 圣经的学者 跟这些祭司 跟这些传道人 在那边 侃侃而谈 那玛利亚 他让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说 神的作为 很多时候 我们不清楚 我们真的不明了 除非你真的 领受到异象 那玛利亚 他领受到异象 他已经领受到异象 但是怎么样 他还把一切 所发生的事情 他所不清楚 不了解的 他放在心里 他反复思想 那我们读到圣经里面 有一句话 他说 反喜爱耶和法立法的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 昼夜思想 这人 才是有福的 谁说玛利亚 他真的是 蒙大恩的女子 他真的是 有福了 那玛利亚跟耶瑟 他们一生很坎坷 在玛利亚心里面 他真是苦啊 他的心里面 一直藏着耶稣基督 他的出生 他扮演的角色 这个秘密 那么当 十二岁 到圣神的时候 这个是第一次 让玛利亚明白 耶稣基督的父亲 他唯一的父亲 就是上帝 那我们可以从 从圣经里面 看到一些记载 比如说 当耶稣基督 第一次行 水变酒的神迹的时候 玛利亚跟耶稣 讲 没有酒了 耶稣怎么回答他 他说 我的时候还没到 这个事情 与我有什么相干 你想一想 当十二岁 他把耶稣 送到圣城 要行 光明之子 要接受教导的时候 耶稣在圣殿里面 看到他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去找一找 耶稣讲了哪一句话 那么就从这些真相里面 让玛利亚明白 真正的明白 耶稣基督唯一的父亲 就是上帝 他的角色真的是很不简单 在肉体上 耶稣是他的儿子 但是在属灵上面 耶稣基督 是他的救助 那他能够得胜的秘诀 就是怎么样 他常常把不明白的事情 放在心里 反复思想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学到无比的信心 学到绝对的圣福 也学到 要把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 怎么样 反复思想 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才是真正领受到 神赐给我们的福分 那么耶稣在 幼儿期七年起 我在圣经里面 我就找了这么一些记载 那假如说大家 手上有圣经的话 你可以把你的圣经打开 那么这些记载里面 其实我这边写20件事情 其实发生的事情 何止20件呢 在这个20件里面 只有第20件 才是属于七年起的 其他呢 不是属于七年起的 那比如说路加福音 一章的26节到38节这边 这边记载这边 天使宣告 天使加百列宣告 也宣告主的诞生 那么在路加福音 一章39到45节这边怎么样 讲到玛利亚去见 以利沙伯 那么在路加福音 一章56节这边讲到 玛利亚跟以利沙伯 一起住了三个月 当玛利亚见以利沙伯的时候 以利沙伯已经怀疑六个月了 当他们同住三个月的时候 玛利亚离开了 玛利亚那个时候 有三个月的生命 但是以利沙伯呢 已经快到临产期了 那么这边 马太福音一章第19节 第19节这边讲到 耶稣是一个义人 那这个是我把它列出来 在幼儿期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从这些事情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 耶稣基督 他的幼儿期 跟他的青年期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么在这边 我又列了一些表 那么这些表 就是当我们在学习 用福音书来学习 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 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 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 所以说有很多地方 也许没有记载 也许记载的内容 有一点出入不一样 那我就把这些比较 特别的一些记载 把它列出来 那么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 还有路加福音这边 多有 大家在学这个福音书的时候 你可以看一看 那么从这些 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我们所能够描述 耶稣基督的生平 跟圣经的教导 真的是还是太少 所以说 当我们在学习 这个课程的时候 除了我这边 好像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我用叙述的方式 用故事的方式 或者用人物的方式 来讲解之外 那我是建议弟兄姐妹 能够好好花时间 把圣经好好的读一遍 让这一次的学习 让耶稣基督 我们救主的一生 真的时时刻刻的 都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他真的成为我们的 要学习的一个样式 让我们在生命里面 也真正的能够活出 他的样式 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他的苦难 真的比我们多得太多了 那么所以说 我们常讲 他是道成肉身 他是神成了人的样式 活在我们中间 就是要让我们 向我们显现他自己 让我们有一个依循 有一个遵循 这个就是我们 在走这一条 天国道路的时候 或者耶稣走 直字叫道路的时候 给我们的一个模式 假如说我们 按照这个模式来走的话 我们一定可以 借着这个课程 带给我们 深圣的教导 也带给我们 厚厚的祝福 那巴布德今天 刚好利用母亲姐 刚好讲到玛利亚的生平 他真的是带给我们 很多的教导跟启示 巴布德 普天下的母亲 也能够 有玛利亚这种心志 用这种心志 来教导我们的儿女 那么让我们的儿女 在我们教会的各项事工 或者在普天下各项事工里面 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的子女 都可以成为神 奇迹的器皿 来为神所用 来彰显神的中光 我们低头作为报告 我们的儿女 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